挤土啊是田园啊是土壤啊同时呢也是这个真正的这个能生养万物的这个营养啊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呢是泥土是泥沙啊挤土日的人呢这个贵命的人呢这个多啊平常命的人呢也多挤土的话呢条件呢在这个十天干当中呢 条件也是最最高的最多的啊挤日的人呢为这个贵命的前提条件呀是什么呢是要有这个甲木啊这个甲木的话呢尤其是啊这个挤亥日的人啊见乙木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贵妻啊各方面呢要高看一眼啊但是呢有乙木呢就不要有甲木有甲木不要有乙木啊 啊挤土日的人啊见乙土的说啊也就是他的这个劫财笔节啊这个生命力呀就很强盛了啊这个这个时候的话呢挤土日的人如果有鬼水的财星有甲木的这个正观星啊 他的人员啊他的人员啊特别广泛啊这个很多人爱跟挤土的人在一起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作为土地滋养涵养万物啊他就有着他的这个先天的这个让人围绕着他的地方啊挤土日的人啊这也是啊跟乌土一样啊 这个俊男美女啊就特别多啊挤土生在这个春天啊本身官旺官贵啊这个贵气啊就生啊但是呢挤土生在卯月啊地支当中挤卯日的人啊这个他过去说是叫做为中年便遇灰心啊就是心里边犯退神啊 无论是工作事业学习婚姻等等各方面的啊这个时候呢要有炳火生没有炳火生的人他等于做贼星啊做了七煞了啊这个就不想过了啊这个干着这个工作呢也不想干了啊这个正月里边啊这个挤土啊一定要炳火啊这个二月的这个挤土的话呢阳光阳气温暖都上来 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就取这个人鬼水啊要滋养润土了到了三月的时候沉月的时候的话呢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啊雨水啊这个各方面水墓加强了啊这个物极土有根的话啊这个富贵啊双全了呃物极土在夏天生的时候啊最喜欢更新金哎这个更新金叫叫物极下产啊 啊这个漏啊这个漏更新当为贵论嗯这个人鬼水的话呢是滋养啊这个灵机啊这个灵活性啊处理事情啊这个处理事情能力的时候富贵啊都从什么呢巧中来啊也就是说他有他的遗迹之常有他有他的这个处事情啊 这个哎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物极土呢到了夏天尤其极土到了夏天的时候正是生养万物的这个土的最大的这个作用哎死木不克叫灵变啊活土核实为家 所以极土的六月份的话呢见到更新金结局的啊这个深永金啊这个年份的时候啊十二地支当中的猴年基年的时候啊这个富贵啊必有其一啊生在秋天的时候呢这个极土啊火呀落了之后火要是没有气了之后金水特别旺啊注意眼目昏昏 火花啊这个早年间说这孩子说一看这个生在秋天的极土说注意视力啊眼睛上面啊到了什么呢到了五六十岁之后啊各种的视力的问题白内障啊这个视网膜啊等等的啊这上面出问题啊 这个极土的人啊这个极土的人啊 这个极土啊这个极土啊这个极土啊这个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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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工作得利啊得财啊做生意的人呢 会身子沉及土啊到秋天多数的话呢到这种情况下就挣不着钱了啊 害子丑猪鼠牛这三年都是极土生在秋天里边最怕的啊最穷的这三年啊 极土生在须月啊这个民高身旺啊说五福三多啊这个钱也多人也多人丁也兴旺啊 这个极土生在这个须月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学校啊校长啊这个教授啊这个特别多啊做教育的行业的特别多啊 生在冬天啊这个甲义木啊旺盛了之后呢有富贵但是呢呃注意身体啊这个极土的话呢生在冬天呢得这个啊肠胃病的啊腰腿病的人特别多是因为火气的弱要见了丙丁火了啊应受有气了这个时候呢才能成为啊富贵啊 这个双全了啊这个双全了啊在冬天啊湿土啊特别泛滥的情况下水旺成局啊水多呢土必流啊这个在过去啊有这个啊断局断雨当中叫做什么呢叫做极土入亥宫见阴木啊见乙木啊 也就是几土生在亥月的时候啊他说啊他说终为损兽啊这个上边的话呢是每一个人的寿命看看到什么时候嗯如果到了这个呃60岁啊这个以后70岁8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福禄时尽了啊就是我们生下来一生所带着前生的这个福和禄啊时尽了啊就损兽了啊时不尽的时候呢 我们说是什么呢是损财啊在事上面有病灾啊这个石上面呢这时候在用饼银或者是说这个风水上面呢利用啊这个风水上面呢有力的啊找到饼银的这上面啊能够叫做煞印相生啊转祸为福啊谢谢大家